难怪都说女人流氓起来 那就没有男人一点事了 这话是一点不讲啊 是吧就连少班主郭麒麟 也逃不过这些女流氓的魔爪 这也22岁了 长大了 22岁了 这已经到这个法定的结婚年龄 可以了 嗯可以了啊 你看那种把家里的胡乎本就别藏起来了 我很盼着你能交个女朋友啊 是吗 咱们咱们咱好好说啊 喊爸爸这个还可以 喊公公我是跟着哪个皇上的 在一次专场演出上 郭麒麟谈论到 自己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 却还没有女朋友时 台下仿佛提前商量好事的 冲台上喊爸爸 听着这些声音的郭麒麟心想 不能光让他们占便宜啊 便回击了一句 却没想到台下的这些女观众更兴奋了 对不是啊 谁喊公公的 晚上一会儿我叫一叫 如果说上面这个郭麒麟还能反击一下 那下面这个就纯粹是被调戏到自闭 本想让粉丝夸自己长得高 结果台下突然传来的一句好快 让这个场景瞬间变了味 好好高 好 以后就喊好高 好吧 你孩儿王九龙 好快 不得不说 德韵女孩是真的勇啊 曾经都是台下的观众 被台上的演员调戏打气 如今德韵女孩却反科为主 开始占演员便宜 用实力诠释了 什么叫今时不同往日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